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素和喝醋养生十多年的尤熟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简单的酿醋方法 面团好好玩 王美姬老师要教大家制作超级卡哇伊的南瓜小熊馒头 上海菜的特色是浓油赤酱 素食版可不太一样 让菜祥去一探就近 二十年前尤熟林原本只是为了女儿祈福而开始吃早餐 后来进入有机产业之后 她发现预防医学的重药而选择吃全素 她现在用素食和醋饮来养生 在板桥 这间手摇饮料店很不一样 不仅贩售健康醋茶饮 老板还说 他们卖的还有一种要爱自己的观念 我们的创业理念就是 请大家都要爱自己 让自己的身体跟心灵都很健康 我们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romance的事情 老板游熟林如素二十年 一开始只是为了女儿查不出来的皮肤病而祈福吃早餐 没想到过没多久就改成吃全素 后来因为我接触了有机的产业 那知道就是说有一些我们在宰杀动物方面是不太得到 就觉得肉好像是不应该吃的 那就干脆不要吃一百天 就干脆每天都吃素好了 另外过去在有机产业学习酿醋的她 更利用醋来腌制小菜 还有喝醋饮来养生 大家都知道醋很好 可是没有人要喝 那我就觉得蛮难过因为外面的很多的醋都喝起来的口感不好 那我就想说那不然如果不敢喝醋的话 是不是我跟台湾的好茶叶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就去研发去做出来很多品项的醋茶这样子 因为有多年的酿醋经验 再加上游熟林喜欢和人分享的个性 她常受邀到团体机构教学 她最推荐的就是红枣枸杞醋 因为它的药材中药店都有 那大家取得也比较方便 再来是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用眼睛用得很凶 就是看电脑萤幕或者是看电视什么的 那我们知道枸杞就可以顾眼睛 红枣就是可以补气血 吃素和喝醋养生是游熟林爱自己的方式 她常常会跟客人劝说 希望大家也跟着她一起来试试看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亲子时间又到了 其实玩面团就像玩黏土一样 真的是非常轻松又疗愈 接下来造型馒头女王王美极老师 就要教大家把馒头做出百变的造型 我们赶快一起来学学看 大家好 我是美极老师 今天要来教她制作好吃的南瓜小熊馒头 这款馒头原料很简单 香气很棒 有暖暖的金黄色 制作步骤不会很复杂 很适合当孩子的早餐 一起来学学看 南瓜小熊馒头 第一个步骤是准备好南瓜 我们要去皮 去瘾 切成小块 把南瓜先蒸熟 南瓜蒸好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放凉再开始操作 第一个步骤是把南瓜泥加进来 把糖 酵母粉也倒进来 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加入面粉 开始手工揉面 揉面的时候呢 力量尽量大一些 向下 向前 撑开你的面团 让面团逐步变得细腻 光滑 揉好的面团呢 会呈现非常有弹性 柔软 略带一些些的粘性 这个时候就是揉好的状态了 面团揉光滑之后呢 我们取少许的面团 加入可可粉 把它揉成黑色 这一份呢 我们要来做小学的眼睛 我们将面团分割成每个30克 分成4份 接下来我们用力将面团中的空气排掉 这个动作叫做手工排气 让它面团变得更紧致Q亮 然后把它收在一起 滚成一颗圆球 搓出两颗黄色小面团 在馒头的头上擦上一些水分 把两颗小球呢 拧在顶部 再取一颗小面团 片脸的中间 脸上擦上一些水分 用黑色面团搓出两个黑点 摆上来 再搓出一颗黑色小点 当做它的鼻头 造型制作好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发酵了 我们把它放到温暖湿润的地方 大约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发酵 发酵到两倍大左右呢 出馆很像棉花糖 很柔软 就可以开始蒸了 蒸煮约八分钟就可以关火 将它取出来 这样子可爱的南瓜小熊馒头 就完成了 没想到馒头还可以化身成小熊 是不是非常可爱啊 其实在素食料理的世界 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 厨师们的创意和用心 就像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上海汤包店 就非常有心意哦 一直期待来大同区之间 主打上海料理的餐厅 您说这里的主厨陈师傅 非常的厉害哦 从十三岁就踏入这房 两年前从荤食转入素食界 研发出更多特色料理 他自豪地说 他能把素食做得更有味道呢 师傅 听说你要来教我做汤包是不是 是的 首先我们先撒一些粉 这样皮才不会粘住 我们这个是从外面叫来的水饺皮 虽然说已经是半成品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再擀过它 让它皮比较薄一点 然后我们先擀一下就转一下 转一下 转一下 然后这样形成就是旁边会比较薄 中间会比较厚 对 然后放料 放料 放一尺 对 两尺 大概一尺半 对 大概一尺半 然后我们首先先抓这个皮 然后食指这样捏 太快了 好 然后手要大幕 另外一支手的大幕 记得要塞一些线 嗯 最后 好漂亮 好漂亮 把它捏好 别紧 这样它才不会破掉 好 来 这个我会 我帮你开门 好 谢谢 好 我来试试看 好 好 首先 先拿个面皮 然后就是外面这边 对 稍微转一下 好 稍微转一下 好 这边都是还OK 这样形状可以吗 是还OK 但是可以再加强一下 好 因为你自己看 它这边本身就是变成一个正方形的 对 但是我们是要原型的 所以要全部感一下 原来这个皮有很多学问 好 我们要进入重症区 好难 而且 它这个料是散的啦 它就是不像那个外面的汤包一样 它是会一球一球一样 对 捏 捏 然后这支大幕子要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对 把线压下去 捏 好像可以耶 我好像有抓到那个诀窍 为什么这个皮会越来越 感觉要包不了了一样 然后把它切掉了 切掉 还不错吗 还不错吧 都在一边波动了 你看 师傅 我觉得 我就等着吃就好了啦 好 等我 你加油 好 你等我 这么久要来吃汤包 诶 等一下 师傅为什么它扁掉了 因为它跟昆的不一样 昆的中间会有猪肉 撑住它的重量 所以它是 一样是挺的 但是素的 素的它里面没有东西可以吃成它的重量 所以它就是比较塌一点 诶 这每一颗看起来都很肥美耶 感觉里面就有很多汤汁 诶 是这样夹吗 对 然后放到汤汁里面 哇 里面流汤汁出来了 要怎么吃 先吸汤吗 对 先吸汤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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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来好香喔 对啊 然后里面口感超多 我刚刚有 对 放应该是猴头糊 吃到了一块香菇 诶 我刚吸了一大口 里面还有一半的那个汤汁 诶 然后我直接吃它咯 嗯 好多汁喔 是啊 很好吃 但是很 就是很鲜甜 然后又吃瓜 对 可是特别选用丝瓜 因为它会 它会淡掉 然后又出水 对 然后那个丝瓜的那个 那个什么 它的小汤汁又很鲜 对 师傅你要不要吃一口里尝得好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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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不跟你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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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看我做出来的样子 我那边讲 我的那个 你确定你要看吗 它一定跟我一样漂亮 好不好 什么样的 我等一下 我马上自打嘴巴 诶 爆开了啦 爆开就这样 就没有汤汁可以吸啦 因为荤的它是整块固体的 所以你要 你要包的时候比较好拿点 但是素的它是 一颗颗碎状的 但是你要固定好它 它就是 限量 限量容易跑掉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很难包 所以不是我的问题 是限量的问题啦 是 你们要研发那种好包的好不好 好好好 那谢谢你们今天带我来 品尝了这么多好吃的料理 然后也让我 人生第一次做了汤包 谢谢你 我会继续努力的 不会 虽然手工菜 或者是要为馒头做造型 是非常费功夫的 但是想一想 如果可以让吃饭的人 非常开心的享受一餐 真的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 出口生活制 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